《古希臘的最偉大的三個責任》 到現在為止 介紹古希臘的最偉大的三個責任 第一位是蘇格拉底 第二位就是他的學生柏拉圖 第三位算是蘇格拉底的玄孫 可是他沒有直接受教於蘇格拉底 這一位是古代最有學問 知識最廣博的一個大思想家 大理論家 他的名字叫做亞里斯多德 或者阿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是可以說古代 對天文、地理、動植物 還有人類的社會環境 人的心理、思想、哲學 最精通的一個大家 可以說比其他的老師柏拉圖 或者他的師祖蘇格拉底來 有過而無不及 今天我們談到的是 亞里斯多德的一些作品 我們談到他關於政治 亞里斯多德可以說是 這一個現代政治學之父 你想一想 兩千四五年前的一個思想家 他的作品就叫做《政治》 《政治學》《管理政治》 這本詛咒在後來歷經兩千三四百年 差不多都為當時每一個時代的學人所引用 表示他雖然成這個書出版在古代的希臘 也可以說希臘文明的高峰 但是他的影響面是基於現代 到今天我們還非常的崇拜亞里斯多德 作為一個政治學鼻祖的貢獻 那麼政治裡頭 對亞里斯多德裡面 他談到政治和憲法和法律和社會的階級 都可以說有關聯 所以一個城邦最重要要立法 要立一個基本法 這就是憲法 另外古希臘就有參議院之類的設置 就是立法機構 立法機構就來立法 統治者發佈命令 所以憲法法律命令 都是屬於政治裡面最重要的基本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亞里斯多德 在那麼早之前就注意到社會的結構 他認為社會還是有不同的 不平等的各種不同的階級 那麼再上者當然是統治者 還有統治者的御用的文人 還有一些知識分子 還有這個保國衛民的衛士 像我們上次談到的柏拉圖的那些主張 都提到衛士 衛士在今天來看就是軍隊 特務 憲兵 警察 維持國內的秩序 抵抗外務所不可少的 再上來就一般的百工百業的工商市農 各界的人士 所以社會是在可以說一開始 古希臘的城邦開始 就有強調這個所謂階級的問題 那麼他怎麼來分析這個國家呢 當時的國家我們一般叫做士邦或者城邦 我們用過希臘文叫polis 不是polis polis今天是警察 polis就是城邦 一個城市就是一個國家 規模比較小 戰國時代七雄也可以視為城邦 後來秦朝把它統一來後就變成帝國 那麼在亞歷斯多德時代 雖然他有募集 他教的這個徒弟亞歷山大征服 歐亞非各地成為一個大帝國 但是在心目中裡頭的理想國度還是城邦 所以在城邦裡面要分析一個城邦 要討論他們的城邦和城邦之間發生的關聯 或者是髒帽或者是普通的來晚的旅遊 乃至因為城邦關係不好爆發衝突戰爭 這些都是政治要討論的 那麼一個城邦裡頭政治還有一個內政 那麼主要是一個城邦的統治機構 統治者不管是君主國是共和國 他都要照顧老百姓 要和老百姓有溝通 所以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 就要靠這個憲法來加以釐清雙方的職責 雙方的義務 雙方的權利 那麼亞歷斯多德的分析國家呢 他是怎麼分 他說一個國家有兩個結構 一個叫做政治上的結構 那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憲法還有法律 另一個結構呢就是社會的階級 這個就是經濟方面的條件 也可以說除了政治結構以外 政治的這個架構以外 經濟的發展 經濟的現狀 經濟的改善 也是造成社會分了很多不同階級的 讓馬克思的資源擁有私產 擁有生產力的人 就屬於所謂的資產階級或者有產階級 不擁有生產力生產資料的人 他就是被統治者 他就是一般的庶民 他是直接的生產者 他也就是馬克思心目中的無產者 屬於無產階級 所以馬克思簡化了這個階級為兩大陣營 一方面有資產階級 一方面有無產階級 可是在柏拉圖的時代可不是這樣分 他的柏拉圖理想國裡頭的階級 是最高的這一個哲君 哲學的君王 再來就是他的衛士們 再來就是士隆工商生產者 最下的一個階級就是奴隸 那麼亞歷斯多德多少受到柏拉圖理想國的影響 所以他的社會階級至少也是怎麼區化 就是上有統治者 中間有中產階級 一般老百姓 再來下面有直接勞動的那些老百姓 那最後最下就是外國人和這個奴隸 那麼他怎麼稱呼這個 這個所謂的憲法 憲法就是對一個國家生活的一個安排 也可以說老百姓怎麼樣來做 他是屬於哪一個階級 哪一個行業 那麼根據他的階級成分 根據他的行業的分數把它做一個安排 另一方面 一個國家一定要有一步憲法 所以這個是一個國家的生命的表現 如果沒有憲法 那麼這個國家就不存在了 那麼至於這個法律 所以他是認為老百姓要遵循統治者或者行政官員 Magistrat在這裡意思就是建令、縣長 也包括區長、市長 那麼他們一個國家裡頭的主政者 往上推更高、省長、國家的元首等等 就是說憲法除了是這樣的一個系統以外 它也是規定每一個官方的機構 他們有些什麼義務要去執行 這個社會階級呢 他認為是比國家更小的、有組織、有團結的一個群體 同時也是每一個行業、職業 他們形成的群落 那麼什麼是Polity呢 Polity我們今天來用用就是一個政體 一個國家它表現出來的它是什麼樣的一個政體 阿里斯多德心目中的政體呢 是一個混合的憲法裡面產生出來的 憲法要根據下面兩個原則 第一個呢 就是有關這個國家的財富、財富的分配 財富是不是平等、是不是適當 這個因為財富涉及的就是一個人民生活的好壞 所以既然是人民生活的好壞 它代表了一個國家是一個興盛的、公益的、平等的國家 還是一個國家是專制的、獨裁的 那麼少數人擁有最多的財富 多數人都沒有辦法得到財富 所以這一部分是涉及到一個國家的這個Quality 它的性質、它的質量 至於呢 這個國家我們也可以說 它這另外一個原則叫做數目 數目是到底有多少人 多少人享有居付 多少人享有比較少的國家財富的分配 是一個質、數量的問題 所以質量和數量、性質和數量 這兩個使得亞利斯多德如何來把一個政體、Polity加以區分 根據亞利斯多德的看法 只有在這個合理的一個政體下 我們稱它Polity下面呢 那麼老百姓才能獲得謹慎而且持久的快樂 亞利斯多德政府的形式 也就是老師前面講到的政體 何謂政體呢 政體呢 主要的就根據它講的兩個原則 一個是數量、一個是質量 數量我們可以解釋做數量啦 就數目啦 如果把它這兩個原則來呈上質量 是好是壞 我們可以得到六種不同的政體 第一種政體的數量呢 就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得到好處 一個人掌握了國家全部的權利財富 那麼他的快樂也集中他個人身上 這樣的話呢 如果是好的方面呢 那就是Monarchy 何謂Monarchy呢 就是我們講的君主制 所以君主制度呢 國王本身得到好處 可能一般老百姓得到好處比較少 尤其在下面管轄的人 也未必有什麼太大的好處 不過這是所謂好的喔 可是如果是壞的嘛 就是Terranny 就是暴君 所以君主制度它有好的一面 但是當它變成壞的一面 Pervited Pervited這個字就是一個變形的衰敗的 不是原來那麼好的 我們可以說壞的 所以好和壞是一個性質來規範的 所以在這個直走上 我們分成兩個 一個是好一個壞 在數量上 我們有一個人 少數人 多數人 到底權利是歸一個人 歸少數人 還歸多數老百姓都能享用 那就分成三種 前面我們講到好的喔 就是君主 君王制 或者君主制 君主制是好的 暴君制呢 是壞的 這是當它這個財富集中在壹個人 權利集中在壹個人 發生的兩種不同的典型 下面呢如果少數人得到好處 少數人財富也歸他們所有 那大概就是貴族系統的 aristocracy 就是貴族的統治 貴族的統治是指好的 但是呢也有壞的一面 oligarchy 就是少數人寡頭的 財富歸少數人 權利也歸少數人 所以下面這個pervetted 那個少數人 這些人得好處 但是不是壹個人 也不是多數人 它就叫做這壹個財法統治 oligarchy 就是財法統治的壹種 再來 多數人都有 擁有權利 都擁有幸福 擁有財富 這財富平均給大家 這種制度叫做polity polity呢就是好的 好的政治制度 polity democracy呢就是一個暴民政治 所以各位看看 我們今天對democracy非常強調 這是民主制度 可是在亞里斯多德的時代的影光 這個好的我們今天才叫做democracy polity是democracy 就是現代 古希臘的時代 polity是好的政體 群眾享有的政體 可是democracy呢 這個就被視為是壞的 就是暴民的政治 所以亞里斯多德不但對政治有這樣的分析 在上一次的他對國家的演變 他的產生 他提出一個有機的國家觀 這個有機的國家觀強調 這個人一定要寄生在四邦城邦裡頭 沒有一個人能例外 除了他是神 除了他是野獸 玩的只要是人 凡人 一定要生活在城邦裡頭 他這種主張裡面呢就表明 因為城邦是順序漸進 從家庭 鄉村 社會變成了國家最高的這樣的一個境界 所以國家的產生是一個演進的過程 也可以說進化的過程 所以不只是達爾文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 以這個進化論來使得人們知道人類的原始 怎麼演變 怎麼往好的更文明的路上走 就是亞里斯多德也可以說是最早的進化論者 他說人有幾種需要 一種生理上的需要 要食衣住行 要吃喝 要有一個安全的家庭 同時男女如果是為夫婦的話 滿足彼此的生理上的需要 所以家庭是滿足所有的人 生理上需要的一個場域 可是只靠家庭這樣滿足還是有限 人的需要無窮 人更大的另外一個需要是來往社交 與別人來往和別人交換我們自己特殊的能力 別人有他的特殊的能力 在互助合作之下 長成家族 不只是家庭 家族還有我們的鄰居 我們的社區 然後慢慢擴大到一個當時古代叫做鄉村 那麼鄉村已經是屬於一個社會的小型的規模了 那麼在這個鄉村裡頭 人們互換有無達到彼此社會的需要交換的需要 人除了有生理需要還有交換需要以外 當成一個公民的需要 這個當成公民的需要 在亞里斯多德的字眼裡頭 就是倫理的需要 所以人還有一個倫理的需要 這個倫理的需要使亞里斯多德 又往前發展 從這個家庭到鄉村 往鄉村再往上發展 就變成城邦了 所以城邦也就是說 國家變成是好多好多家庭和社會 所以累積起來的一個政治體 前面我們提到Polity這個政治體 那麼只有在國家的範圍裡頭 人才能成為公民 而人生最高的境界 也就是成為一個城邦裡頭的公民 這是亞里斯多德所強調的 因為在這裡你得到倫理要求的滿足 更重要要成為一個公民 擁有公民應有的好處 在於政廠代友